現在的華裔手機已經榮登全球第二大品牌 其已超越蘋果地位,僅次三星 華裔公司是中國企業近年來的典範 它的發展速度非常迅猛驚人 多年來已從小型電話零件製造商 發展成全球領先的科技行業 華裔其自身不僅擁有較先進的電信網絡通訊技術 而且在智能手機市場也佔有全球龐大的份額 其眾多手機型號仍所熟知 似乎在今天華為手機在全球比蘋果手機都更知名 華為手機在初期其發布的手機型號比較雜亂 也沒有具體定位產品 直到2012年開始,華為才開始重新布局和規劃了手機產品線 並且推出了華為Rsand這類品牌 Rsand分為四個系列,包括D、P、G、Y 其對應旗艦、高端、中端和入盟 G和Y系列逐漸已經不復存在 D系列後來被整合為Mate系列 P系列則一直被沿用致敬 在現在,P系列更專注於攝影 其中以2018年華為發布的P20系列中 華為P20 Pro在拍照中更是取得了非凡的成績而入名 P系列一直是華為的高端系列 這也正是今天我們所要展現的內容 我會做 programa時的開損 每一個月的開損 Pes燃營 非常會進入 Gate損 Pes燃營 Pes營 F耳機 VF耳機 Gate損 Pes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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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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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